大家好 我是肥宅 曾經有一本本子 非常有名 當時知名程度完全不亞於現在的變身 可以說是只要講出關鍵字 懂的人都懂你在說什麼 而且懂的人實在太多了 所以幾乎可以說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我相信他還是很多年輕時的美好回憶之一 這一本就是紫苗買醬油 說不定有人不知道紫苗是誰 畢竟是真的有一點年代了 先簡單的做一下背景介紹 本職中的女主角紫苗是來自K-Om輕音部這部動畫 本名中野子 紫苗是其他人對他的愛稱 談到輕音部 那可以說是2010年左右最有人氣 不看不是人 身在這個宇宙一定要看完的一部動畫 劇情主要描述一群女高中生的校園生活 雖然有主線故事 但多半還是側重在他們的輕鬆日常 有人認為輕音部可以稱得上一支喝茶吃餅戲動畫的始祖 為後續的輕百合動畫 日常戲動畫開創了業界標杆 簡單的來說 它就是2010年代左右的一部現象級作品 狹帶著巨大的人氣 輕一部當然會有成盾的同仁創作 其中最廣為人知 甚至成為網路迷音的本質 就是這一本紫苗買醬油了 說是一本不太準確 實際上它是一個系列 算上後來出的remake 總共就有六本 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下紫苗買醬油的劇情 第一集很快就告訴你 為什麼會有買醬油這個名字 因為紫苗家的醬油沒有了 所以他騎著腳踏車去添購 路上看到一隻飛過的蜻蜓 有點分心 不幸撞上了另外一個幸運的小朋友 那到底是不幸還是信呢? 總之撞到人家是要負起責任的 雖然這個年紀沒辦法拿出什麼醫藥費當作賠償 至少要把抱歉的態度做出來 重點還是在那個態度上 哪怕只是演演戲 做出效果 讓對方有那種你真的很抱歉的感覺 多少事情就是這樣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的 只沒有把小朋友帶回家檢查傷口 順便請他喝點飲料當作賠禮 買不買醬油這個時候已經完全無所謂了 喝飲料也馬上變成一個假意題 我讓你撞一下 你請我喝飲料 就這樣喔 還要繼續敷衍嗎? 想一想是越想越虧 果然道歉的態度還是不夠有誠意 紫喵 你也不想讓大家知道 你騎腳踏車的技術很爛吧? 如果我不想被大家知道的話 就照我的畫作 可能是剛剛撞的那一下 把小朋友撞開竅了 瞬間飛升成頂級談判專家 紫喵只能逆來順受 誰叫自己有錯在先 接下來是一陣非常嚴肅的談判現場 先釐清罩折 再來看要怎麼談後續的損失賠償 過程只能說是非常激烈 像我們不懂法律的人 實在很難插嘴說兩句 好在最後衝突是和平落幕 小朋友不再繼續追究 也不會到法院提告 紫喵逃過一劫 順帶一提 那個小朋友是紫喵的學姐的弟弟 第二集不買醬油了 但因為是系列作 所以就繼續沿用紫喵買醬油的稱呼 暴雨之中 小朋友再度出現在紫喵家門口 看起來不像是來討債的 似乎是另有引擎 到底是什麼情況 小朋友也不打算細說 就只是一直哭一直哭 哭一個小時 你問A 他答B 完全無法構成一段正常的對話 這一次談判專家換人當 紫喵批掛上陣 化解小朋友的層層心房 總算是瞭解到問題的核心 原來是小朋友家裡不給他養貓 就這個雞毛大的是 至於你跑到紫喵家門口 淋著大雨 哭一個小時嗎? 哭到我都覺得丟臉了 雖然初次認識的情況比較特殊 也不能說是和平 但相逢便是某種緣分 紫喵願意幫小朋友想一個方法 家裡不能養 沒關係 我的家挺大的 剛好家裡面養了一隻貓 歡迎你來我的家 如果不來也沒關係 要來的話下次先跟我說 我帶你去買一些好吃的 偷偷跟大家說 養的這隻貓就叫做紫喵 到了第三集 兩個人已經變成了好朋友 紫喵的年紀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相處的時候會帶著一點監護人的態度 某次小朋友的考卷被發現了 沉積爛到流湯 作為監護人不能什麼都不做 放任小孩繼續擺爛 紫喵要求小朋友拿出最嚴肅的態度去面對下次的考試 具體的方法是把紫喵準備的考期集通通寫完 全部搞定之前不准玩遊戲 就給我好好的寫 小朋友用功的同時 紫喵也會在旁邊半讀 雖然是用一個低耗能的模式 可惡 你在睡覺的時候 別人在寫作業啦 對於這種別人努力 自己卻在偷懶的行為 小朋友化身成正義的鐵錘 要來好好的制裁紫喵 慾望就像一顆皮球一樣 你越是壓抑它 它是會反彈回來的 紫喵現在就是被這顆反彈回來的皮球打到 痛定是痛 或許是該改變一下教育方針了 紫喵立下約定 如果下次考試考100分 保證重重有賞 聽完之後 小朋友士氣為之一陣 還真的夠爭氣 拿了100分的考卷回來領賞 獎勵的內容我想也不用細說了 我們在影片結尾的神秘數字單元 偷偷了解一下就好 故事來到第四集 持續為我們揭露紫喵和小朋友平常的生活 這一天紫喵的爸媽出門旅遊 而且是海外旅遊 正好大人不在家 在家隨便玩 放心玩 你要說它有什麼劇情可言嗎? 中間是有設計一段媽媽突然跑回家拿護照 差點被人張聚厚的刺激橋段 除此之外沒了 靜靜的看紫喵和小朋友怎麼玩就好 不得不說玩得挺開心的 沒想到看別人那麼開心 我也會跟著開心起來 或許他們身上潛藏著一種激發快樂心的可能性也說不定 第五集可以說是完全放棄設計劇情 反正大家也不是那麼在乎 角色畫得好看就行 不曉得作者是不是抱持著這個心情完成第五集的 畫風仍然是維持著一貫的高水準 完全挑不出任何缺點 還是全彩的 時間點延續了第四集爸媽出國的設定 兩個人把握最後的時間 至少夏日回憶 每年的暑假只有一次 就跟每年的生日一樣 不可能不好好把握的 快樂的時光最後還是會結束 兩個人不知道玩得多風 好險他們還記得大人什麼時候回來 趕快在那之前讓一切恢復原狀 不然就等著鬧家庭革命吧 總算是做完事後處理了 紫喵接到一通電話 爸媽打來說是又搞丟護照了 現在正在想辦法 會晚幾天回家 在那之前要乖乖看家 說到這裡 紫喵想起家裡的醬油又用完了 騎著腳踏車 再次出門補貨 這個結尾如果放到國高中的作文 老師的評分一定會給很高 居然能做到首尾呼應 看似已經不管劇情了 到最後又送泥發回馬槍 讓買醬油貫穿整部作品 成為敘事的核心 沒有一定的文采 是想不到這種劇情的 剛剛我還說紫喵買醬油沒有劇情 真正沒看懂的人其實是我 原來我才是小丑 過了一段時間 作者重啟了紫喵買醬油系列 就像現在不論是電影 動畫 漫畫 遊戲 都很喜歡搞老作品重啟 老作品重製 紫喵買醬油重製版 用不變的畫風 帶給大家更精美實用的內容 這次故事發生在一個平行宇宙 小朋友的果汁喝完了 所以跑去添購 路上撞到了紫喵 以下的劇情跟第一集一模一樣 只不過把兩個人的立場反轉過來了 道歉的態度做出來 釐清罩澤等等的發展都一樣 最後快樂大和解 小朋友騎腳踏車高歌離席 回到家後姊姊也回來了 還是帶著客人回來的 眾多客人裡面就包含了我們的紫喵同學 兩個人的相遇似乎不管在哪個宇宙 都是必定發生的事件 以上大概就是紫喵買醬油的全部故事 雖然最後才說有點奇怪 但只沒有買醬油只是俗稱 不是這本真正的名字 真正的名字叫做 Azusa Attack 很多人當初應該都想不到 買醬油還能有第二集 第三集 甚至是一個新的醬油宇宙 原來漫威電影玩的那一套 我們早就領先它四個平行世界了 除去劇情 畫風放到現在來看也完全不過時 仍然是十分的耐用 最後要來說說 憑什麼這個系列能成為經典 畫風好看又耐用的本質不是沒有 為什麼唯獨紫喵買醬油能勇士流傳呢? 其中一個原因在於當初動畫的高人氣 不知道這樣講會不會得罪哪一邊的粉絲 但你可以試著用前一段時間鬼滅的熱潮 去推測輕音部當年是什麼樣的榮景 集結所有熱度於一身 任何相關的話題都會被放大 所以紫喵買醬油的知名度就跟著起飛了 另外一個主要的原因在於 當時有非常多相關的惡搞 開頭的因為醬油沒有了 所以我跑去添購 後來在網路上變成一種定型文 把醬油跟添購改掉 插入其他的單字也能使這句話成立 因為存款沒有了 所以我跑去打工 因為喜歡的深憂結婚了 所以我跑去買童軍神 這個格式在網路討論區廣泛的流傳 就算是沒有看過本質的人也會這麼說 那就是當時的一種流行用語 買醬油一詞也跟著被大家一直拿來消費 可以說紫喵買醬油會成為經典的原因 除了他的畫風 更多的是他代表了一個年代的網路文化 如果你接觸網路的時間沒有那麼長 應該比較難體會我在說什麼 或者你可以這樣想 現在只要提到變身 一樣是懂的人都懂 而且是很多人都懂 變身裡面的媽媽我想學化妝 也被大家當成一個梗 再過個五年十年 當有人再次提起變身 就會勾起你心中所有相關的回憶 紫喵買醬油就是這樣子的一部經典 不多說了 最後附上神秘號碼 謝謝大家收看 我是肥宅下次見 doe搗啥 我可以搗 Kra喹 地獄 好 感谢观看